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用電腦的obs 去實現臉書的直視直播 啊我現在採用的是兩款攝影機 一款是sony的攝影機一個是 usb的文件攝影機 然后呢連接到電腦的obs上面去 sony的攝影機就會對著我的人 然后呢usb的文件攝影機會照著這個文件 然后呢在這個電腦的obs上面做直播 然後比如說這個場景跟這個場景 切切換 好這時候你實際做直播在臉書上面就會呈現這樣的 影像的切換 好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內容 如何用攝影機 去做臉書的直視直播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的直播的設備 第一款我是用sony的攝影機 這個攝影機要照主持人就是我 然后呢 還有照文件 還有照物品我用這個usb的文件攝影機 這樣子 好另外呢麥克風我準備的是指向麥克風 然後這指向麥克風是這個 3.5mm的這個三環 123 請注意哦這個 一般的耳麥是四環哦 那我這個是三環這是屬於那個 相機專用的這個3.5mm的 麥克風 準備這之後 我再準備一個這個 usb的網卡 這是usb網卡然後連接這邊 那個洞 接上去 要怎么將這個sony的攝影機 的影像灌到這個 電腦的obs 我採用的是feibo 179 plus hdmi截取卡 這可截取卡最高可以截取到4k的畫質 好那 我先將這個截取卡的 usb連接到電腦去 好 然后呢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請你 也要用有線網路直播 這是有線網路 啊請你連接上來 請不要用無線網路請用有線網路 好然后呢這個 這個usb的這個文件攝影機我也連接到 hub上面去因為我的usb的洞不夠多 所以我接個hub 接上來 哦剛剛我講的這一個 3.5mm的麥克風連接到這個usb的音效卡 然後最後也連接到 hub上面去 好這樣子 這個是sony攝影機 將hdmi拉出來 然後連接到截取卡 截取卡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hdmi 印啊把接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連接就是這樣子 有線網路 sony攝影機的hdmi 灌入截取卡 然後呢 usb的文件攝影機連接到hub 還有麥克風 連接到usb音效卡 好這是我們到電腦的obs去做設定 obs長得是這樣子 切記就是 obs這邊畫面出現什么 直播就是出現什么 我等下就是要把我的 sony攝影機的畫面塞進去 還有把我這個usb文件攝影機的畫面塞進去 然後呢 等下這畫面出現什么就是直播什么 但是呢這個畫面是橫式的 真的是16比9的畫面 我等下會設定成一個 9比16的畫面 好 所以請記住obs這軟體是他出現 這個畫面出現什么就是直播什么 然後這邊的場景嗎 你們看到這麼場景還有來源 場景呢你就想著說我們這邊在直播過程中 我們有很多的攝影機 比如說這是攝影機1 攝影機2攝影機3 你可以由這邊去加 加入 那你直播過程中可以用你的滑鼠去 選擇說我現在的畫面是要跳到哪個畫面去 這時候就有點像是那個 新聞台的那個導播一樣我可以那個 切換不同的角度的畫面好 然后呢這邊就是來源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場景2 裡面到底要塞什么東西 有这么東西可以塞 你看有這些什么音效啊 還有圖片啊 還有你的截取卡的畫面啊這邊都可以塞 反正啊這些都是些多媒體的來源啊 這些多媒體來源有的來自於圖片 有的來自於是 即時的影像 有的是來自於那個麥克風的聲音這樣子 那首先呢我先將 這一只攝影機的畫面給加上去 呃 我們就按這邊 我們這加一個場景 叫做 我們打一個名字叫做sony can 好加上去之後你會看到這邊 好這邊的話你就加 這個sony can他是什么 他是視訊畫面嗎 所以就是加這個 好那他的名字叫做 febom 179的截取卡 就是這一只畫面 febom 179的截取卡 所以我這邊都打179 名字隨便你取啊 進去 這邊有去抓 這麼多嘛啊去抓這一只啊叫做 4k截取卡這一只 然後解析度呢 我就抓這個1080p的畫面 然後這邊就抓這個 YUV 好這樣子 抓好了 這時候你看到畫面就是來自這一只 sony的攝影機 然後呢我現在把這個畫面 轉一下 因為這個是這個我們家這個是橫式的嗎 我要把他調成直式的 所以要把這個sony攝影機調90度 現在就是調90度了 這個就照著我 但是你會覺得說奇怪這畫面是 橫的嗎 沒關係我等一下去做修正啊 好 我們先抓視訊來源 然後等一下再一起去做修正 接下來我要抓這一只的畫面 usb文件攝影機 就是照商品好 一樣的道理我在這邊再加 視訊裝置 就打那個 那個document 然後去抓這一只攝影機 這只攝影機 隨便取個名字啊 嗯 ipebo 好去抓那一只攝影機叫做這個 好抓到了啊解析度要抓高一點 我就抓 這個 1920x1080 這個文件攝影機就是這一只 呃呈現在這個obs上面去好 那當然啦 你看哦我們目前的場景就是 sony can跟document camera這兩只 那我們就有抓到影像沒有抓聲音 那我聲音要抓這一只啊好 我們繼續抓聲音 比如說我們到sony can這個場景來看 聲音是要抓這個嗎 我們就去抓聲音 擷取音效 這是要抓擷取音效輸入 輸入的 這個麥克風聲音哈當成是你的音效來源 抓我就抓mic 然后這邊的話我再去 這邊就去抓這一只麥克風那只麥克風叫做usb device這一只 好這樣子 那一樣的道理 這個document can也要 抓 不然的話你跳到這個場景的時候 會沒有聲音 一樣道理就去繼續抓 抓抓剛剛已經有的這邊 現在是已經加了 比如說這個是sony can 影像就這一個 就是這個179這一個 聲音呢就mic 就是這一只 好document can這個給你看一下 影像呢就是ipevo就是這一只 然後呢聲音麥克風就是這一個mic 這個聲音啊要抓一樣的來源 不然的話哈你這樣 跳換轉場的時候 那個聲音沒辦法連續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去做 把這個橫的變成直的 就按這邊有個設定這邊 這邊有個設定 到設定之後呢 請你按這邊有最後也有一項叫做進階 呃 請你按這邊有個影像 這邊調成 1080 乘1920 一樣的第二個也要打 1 1080乘1920 然後這邊調30針 好這是第一個要設定好的 好 那第二個我在設定的是輸出這邊 這邊也要設定好 串流這邊 然後這邊要打這個 1080乘1920 反正啊你在後臺看到的解析度 我都要打一樣的這樣就可以了 哦你設定完之後他就會長這樣子 這個是document camera 然後呢這個是sony can sony can變成這樣子 好我現在要把這個畫面打轉90度 轉瞬時鐘90度 這邊有一個氣球用你的滑鼠的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 變形 順時應該是順嗎 順90度 轉轉回來了 好 那這邊document camera這邊也一樣 這邊按 順時90度 這邊 按下去 你看就變直了好再把它弄回來 這時候你再把 把這個物體把它弄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就可以去找到了 我還可以再增加這個子母畫面 直接按你的滑鼠 按複製 再按 貼上到這邊來 然后呢你看到這邊就這個場景就跟這個場景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再再新增一個 視訊裝置 再加入已經建立好的ipevo加上去 這個再把它轉90度 把拉小一點點 好就這樣子 所以按照你這樣設定之後你的場景就是第一個場景 第二個 第二 第二個場景 第三個場景都可以做出來 那 我們還可以再繼續增加 一些 多媒體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現在加一個這邊加個logo 還加個跑馬燈 好我們現在加一個logo 新增 這是圖片 新增 然後呢我去抓我的圖片 那建議你去抓你的那個png的圖片啊 好這個是圖png的算是去背的長這樣子 好那一樣的位置我就直接按這上面按 複製 複製 到第一個也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貼上 到第二個位置也把它貼上 這時候你看到哦我現在三個場景都有logo了 有logo 而且位置都一樣 好那我現在加一個跑馬燈 那跑馬燈我也先設計成一個 png的一個圖片出來 好 那麼怎么設計呢 就是 你可以到我的網頁 這是我的febom的網頁 然後你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這邊有很多連結 其中有一項這個按下去 你就可以設計很多的 png的圖片了 比如說我設計一個 好我現在設計一個這個圖片叫做 直播教學 如何臉書直視直播的obs教學 然後這邊這樣按一個 這你覺得字很醜嗎 沒關係按下去 然後這邊有選擇各式各樣的 字體 好這樣子 這個字體就長這樣子 覺得顏色不好看呢 你可以自己再選擇 比如說紅色加粉紅 好這樣子 這樣子好這時候把這個下載下來就可以了 下載圖片 打開來 然后到這邊把拉到你的桌面去 好我們再到obs去 Obs的話我們再把剛剛那一個跑馬燈給 加上去 呃比如說這個跑馬燈其實那個是圖片啊 是新增圖片 這是圖片 按下去 去抓剛剛那張圖片出來 好這邊抓到了 這樣子 然后呢 你就把你的這個圖片放到你要的位置 比如說我放到這個位置來 那把拉大一點點 好 啊一樣我可以做卷動 這邊滑鼠右鍵有個濾鏡 新增 有個叫做卷動 這樣子 好好我們家可以實際做一個 臉書的直播給您看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直播的按鈕按下去 然後呢 請你把這個金鑰給copy下來 copy下來 再到你的臉 再到你的obs 按設定 然後這麼個串流 請先選這個臉書 啊 youtube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就把金鑰找到就可以了 再把按貼上去 按套用 確認 啊我們在做直播之前我們還先跟你講一下這個參數的一些設定 這邊輸出這邊 看串流這邊 請你選這個NVIDIA這邊 這個很重要 如果沒有的話再選這個 這個qsync 264 最差最差才選這個x264 最好是選這個NVIDIA 然後呢這個bray可以選高一點 你選5600沒關係 那因為我真的網絡不好所以我就選3000 好 這樣確認 這樣就可以開始直播了 就按這邊 開始直播 開始 開始直播請你到你的瀏覽器去看一下 這個畫面就會出來這邊 這邊就按你的標題 然後呢這邊按直播 直播下去 開始直播後你會看到這麼個影片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來看 好這樣子 那當然啊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機來看 這是我obs的畫面 我可以用我的手指頭 去控制我現在要出現什麼畫面 這樣子 這個就是這只攝影機的畫面 這個呢就是這只文件攝影機的畫面 這一只呢就是 這個跟他的 子母畫面 好這時候你的直實際直播也會跟著跳動 好看這邊 就跳動了也是有聲音的 以上啊就是簡單的介紹 如何 用 既有的設備去實現這個 obs的臉書直視直播 我現在採用的就是這個 攝影機照的我自己 usb文件攝影機照的物體 還有呢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額外的一只usb的麥克風 謝謝大家